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初 我们获邀去到韩国的韩文大学 在学术界分享方舟探索成果 10月中 探索队远赴美国参加五家大会 探讨方舟探索对五家的重大意义 之后又前往著名大学UCLA分享 11月 探索队去到加拿大举办两场分享会 圣诞节期间 在以回教和佛家为主要宗教的马来西亚 八场方舟探索报道会里面 有超过150人接受耶稣为救主 2011年1月 探索队再次去到福建 在泉州 石斯 晋江举办报道会 感谢神 缺席者和纳志人数超过540人 2011年5月 探索队两次去到台湾 在高雄举台北举办分享会 感谢他们 感谢这些弟兄姊妹 特别的努力 也特别的辛苦 能够到这么一个冷冲的地方 当别人在质疑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大声地告诉他们上帝是存在的 让我们中国人来发现 我想不是偶然的 有上帝的旨意 在血液里发现了 血液数低 在这个时刻就要烟骨髓 就算你平时多厉害 多厉害 你处理了很多东西 这件事真是处理不了 过去两年里 Panda要面对末期癌症 和妈妈过身的爱童 但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总之还有呼吸 每天醒 醒到 还看到太阳出 还是光 你还尽你自己力 你还等什么 在这七年的方舟探索里面 到今天 我觉得最重要的 不单只是发现这个木结构 可以向世人建政方舟不是神话 而是历史的事实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经历到上帝在这个过程里的大力 在其中 令我最大感动的 上帝给我们有一帮 愿意为神上路的团队 为了借着方舟探索 而叫人认识神在这个大前提下 我的导演 我的摄影师 甚至乎 车祸完了没多久的Fiona 都愿意甘愿无生命的危险 不理有多大的困难 不理有多大的成功机会 随时透明 这份精神令我感动 不单只是这样 其实 在我们要开展最重要的行动期间 Panda自愿义务担起 上山核实木结构的责任 其实是一项非常的任务 我还记得当时 他说上帝给他有几十年的野外经验 就好像要他为方舟探索做预备 所以他愿意成为我们当中 第一个去到最危险的地方的人 任务完成后 他的身体竟然起了变化 检查结果显示 他已经到了第四期的淋巴癌症 身体的血量只有常人的六成 曾经何时 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学校和教会讲见证 我介绍他的时候 说他是一个走得走得的神迹 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 他虽然不明白 上帝为什么会给他这个病 但是就是这样 他更加觉得 在剩下来不多的时间里 要更加被上帝大大使用 在末世里面 去全港方舟的信息 我们不知道每日何时会出现 但如果上帝许可 我们会将这套电影去 绝对Panda的见证 在世界各地 叫人藉着方舟可以认识神 直到生命最后一天 今天 你看到这套电影 绝对是上帝的许可下才可以出现 在上帝的时间表里面面世 当中的影音视频 已经倾尽所有 很多参与的支持者和代讨者 都向神回应作了最大的支持 而就算是 身体只剩下六成血液的Panda 都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去做见证 直到接受治疗期间 才暂停 今天我们的祈祷是 我们希望在短期里面 能够筹到足够的出门报道经费 我们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用这套电影向最多的国家宣教 今天我们和Panda的心愿一样 愿意继续为神上路 直到再行动为止 今天我们所欠缺的是资源 不止在今天里面 你可以给我们有多大的支持